好久沒有跟各位分享Tinkercad的教學活動了 我們今天來做一個有趣的小實驗 是燈環按鈕遊戲 那這個小實驗 它用到的一些元件有幾個 輸入的部分它用到的是這個 按鈕 輸出的部分使用的是燈環 那燈環老師這邊選的是12顆燈 那你也可以依照需求選比較多的燈環 會更好玩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模擬效果 一開始它會指定一個紅色的位置 接著綠色的位置代表它開始去跑位置 那你必須讓綠色的位置 經過紅色的位置的時候按下按鈕 這個時候你才算過關 比方說紅色位置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現在要讓它去過關 按一下 沒有中 它那個時間要算好 好的現在如果我按到之後 它就會紅色位置 會重新指拍一個位置出來 那一樣當綠色的 的這個有點像俄羅斯轉盤這樣 它開始在動的時候 它必須回到 經過紅色的位置的時候 你同時要按下按鈕 這樣子它就會進入我們成功的畫面 那成功的畫面就像剛剛看到的 它會顯示紫色跟黃色的燈 我們接下來講述程式 前面我們會引用 所謂的AdaFruit NeoPixel這樣的套件 韓式固進來 那 NeoPixel它的一個主要的邏輯 就是說我們透過建立一個燈條 燈環的物件 那物件這邊的一個設定 需要有兩個才數 一個是幾顆燈 所以像我們現在這是12顆燈 這邊就有個12 然後以及說所謂的 Input角位是什麼 那這個角位像我們的圖 不是5號角位 接著我們在設定的地方呢 因為我們現在有一個 按鈕開關它有個特色 就是說它會因為本身的機械 或者是金屬的摩擦 會造成一些電子上的誤判 所以我們通常會在 食物上在做的時候 會有啟動內部的一個叫上拉電阻 那上拉電阻的目的 其實就是為了讓它 平常沒有被按的時候 可以保持在高電位 那一旦按下去的時候 它就可以導通變成低電位 避免一些浮動的誤差 Loop的這個程式裡面 我們做的事情 基本上第一階段 我們做的事情是 讓亮出我們紅色燈的位置 那紅色的燈位置是隨機的 所以我們用到一個 RenderLumber的方式 讓它產生一個 0到11 它基本上隨機產生 0到11的數 好 比方說7號數 那7號的話就是7號燈的位置 也會亮紅燈 接下來會閃爍 那接著呢我們程式開始 直接去跑 那我們用到的一個 主要的一個工具 叫Wire Wire的 它是用來做 重複回圈 或者是無限回圈 基本上只要它這個條件 括號裡的條件滿足 它就會一直執行 那我們現在設二大於 基本上就是 除非我打到我下面指定 這個衣服的條件 不然它會一直執行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這邊有個取餘數的符號 因為我們的K會隨著遊戲 比方說如果今天你的手很笨拙 你怎麼按都按不到 那你的綠色燈就會一直跑 那這時候我們K就會一直累加 但是累加的話它就越來越大 可能到好幾百 於是呢我們想到一個方法 就是用取餘數的方式 那任何數去取餘數 去除以12 比方說這個number是12 任何數取餘數 它的值都會介於0到11 就整數去除以12 基本上都會介於0到11 好那我們這樣就可以保證說 我們的燈可以持續的在這 0到11號燈之間一直在遊走 0到11之間一直遊走 OK那遊走的時候呢 每一顆燈的位置 跟它的顏色設定在這個地方 第29行這邊 它有講到 就是我們剛看到的綠色的燈 在這裡 那這三個數值的按照順序分別是 RGB也就是紅綠藍 那值是介於0到255之間 所以25 所以紅色跟藍色都是0 那接下來就是綠色吧 那所以代表這個燈會顯示綠色 接下來我們有個不0函數 這邊是要判斷我們按壓的動作 判斷按壓 按壓 按壓 按壓動作在這裡 如果今天平常 我們有按的時候 它是除以高 電位是除以1 可是如果我按下的時候 它就變成0 好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邊的話有一個條件是 如果今天我按下的時候 剛好又遇到我的燈 的位置是 紅色顯示的那個位置的時候 我就會跳出這個回圈 我會去Break Break就是說整個中段整個 while 它不再執行了 那中段之後會跑到哪裡 中段之後就會跑到第41行開始 就是藍色跟黃色的燈交叉的顯示 這樣子 這個就是我們41到52行這邊做的事情 基本上就是成功的畫面 所以整個流程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下面有提供一個文件的連結 然後各位可以去參考一下 再看一下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程式碼可以打串列監視器 串列監視器這邊 平常我們沒有去按壓的時候 基本上都顯示的是1 如果按下去的時候 它就會顯示0 這樣子 沒有按到的時候是1 按下去是0 這樣子 OK 那這個如果你想要再更進階 我們這邊有一點可以做這件事情 就是說我把我每一次的 燈的顯示這邊 把它調 調的快一點 delay這邊可以決定我們的 綠色的燈的速度 所以如果你讓它k一直長大 你去減它的話 那這個delay的值就會越來越小 你也可以不要減k 這樣子 OK 所以我們的邏輯就是說 平常就讓它先亮紅色的位置 接著按照順序一直去跑綠色的位置 然後直到遇到說 我按按壓的時候 剛好遇到那個正確的位置的時候 我就會跳出回圈 那這個時候就會進行成功畫面的顯示 告訴你 你已經成功了 會閃縮藍色跟黃色的燈的交錯 閃完之後 我再回到重新這邊來 再回到loop一次 我再產生一個隨機的random number 所以你會看到畫面又給你 重新安排一個紅色的位置 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教學 歡迎大家試看看